鸡排妹透露床戏心酸,煎杂人等看面前让她痛哭停拍。 鸡排妹透露19岁拍摄床戏《痛哭》,图翻设字脸书。2018年4月22日。 鸡排妹郑嘉纯近日参加中天节目《小明星大跟班录影》,谈到过去拍性感照的经验,透露刚出道时很多煎杂人等会为观看面前,但她坦言,我觉得这个却跟知名度有关。 现在的她要求厂商清场能如愿,但刚出道时常被酸,都敢拍还不敢让人看。 甚至在19岁拍网剧床戏,她还曾因这些侵略性的目光痛哭停拍。 郑嘉纯表示,我19岁拍过网剧床戏,只贴New Rob,毕竟是床戏。 有一些令人害羞的动作要拍摄,那次真的很过分,连别的场次工作人员都挤到我们这间房间来看。 两、三十人坐在导演旁边看住荧幕,甚至有人在旁边靠墙看住我只穿New Rob的画面。 那时候真的非常小,当下哭到不行,哭到那天停拍。 想起那时,她仍是记忆深刻,那么多人看住我做性爱姿势,虽然19岁小女生有性经验,但不是那么容易上手,你知道那些尖杂人等就是来看的,她们的眼神,碎嘴跟善笑,真的很令人不舒服。 鸡排妹希望未来的宅男女神懂得保护自己。 鸡排妹希望未来的宅男女神懂得保护自己。 图翻设字眼书。2018年4月22日。 郑嘉纯语重心长地说,虽然18岁就是成年,但在工作上如何保护自己,这些小女生其实不懂,所以我才会想在网络发文提醒她们。 她更强调,希望网友看到比较性感的照片,不要只说,就是爱录,这不会是大多数女生拍性感照的主要理由,希望有一天可以互相尊重。 她透露今年会出旅游书跟写真集,写真集还在筹备中,可能会在秋天上市,这次比较不同的是,完全用日本团队。 跟五年前比起来,写真集的价值应该越来越高,我觉得认真做写真集是值得被夸奖跟肯定的。 24岁的她也笑说自己来到微妙年纪,无法如19岁一样放肆,希望未来可累积多一点作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